苹果在3月的发布会 不仅发布了强力芯片M1 Ultra 和搭载了这枚芯片的Mac Studio 同时也预告了向M系列芯片转变的 最后一款M机型Mac Pro 我是小天 欢迎回来 大家赶快搬好小板凳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来扒一扒这款Mac Pro 我们先来看看苹果官方的消息 在发布会上 John Turnus 也就是苹果的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就宣布了 ML Ultra将是M1系列芯片的最后一枚芯片 这个信息现在也已经被更新在了苹果的官网上 也就是说Mac Pro肯定不会用上 网友们之前推测的M1 Extreme之类的M1系列芯片了 除非苹果打自己的脸 不过这可能性有点小 既然不是M1 Extreme芯片 那会是一枚什么样的芯片呢 彭博社的妈哥们 好哥们马克推测 纯粹是他自己个人推测 并没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Mac Pro将继续使用一枚M1 Ultra芯片 或者两枚M1 Ultra芯片 另一种可能性是Mac Pro将会搭载M2 Ultra 或者M2 Extreme芯片 当然M2 Extreme只是一个临时的命名 根据现在的消息 M2 Pro将比M1 Pro多两个CPU核心 达到12核CPU 因此M2 Ultra就会有24核CPU 以及48或者64核心的GPU 而M2 Extreme相对应的就会有48核心CPU 和96或者128核心的GPU 这两个可能性在我看来 我个人觉得第二个可能性会更高 因为根据现在主流的消息 苹果在今年还会继续发布 两到三款搭载M2系列芯片的Mac机型 包括M2的MacBook Air Mac Mini以及13英寸的MacBook Pro 因此在这段时间之后发布的Mac Pro 使用上M2系列芯片 在逻辑上是合理的 如果Mac Pro真的将使用M2 Extreme芯片 那它到底会是一枚什么样的芯片呢 苹果自己在发布会上也说 要做出一枚比M1 Max更大的芯片 在技术上是极难的 传统的解决方案是把两枚独立的芯片 通过主板连接发挥作用 但是这样会带来延迟增高 带宽较低以及高功耗的问题 所以苹果就采用了另外一套解决方案 M1 Max has a secret 把两枚M1 Max通过Ultra Fusion连接 组成一枚M1 Ultra芯片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 那M1 Extreme就是把四枚M1 Max芯片给拼在一起呗 事实上现在业内还真是这么推测的 但问题是这四枚芯片是横着排成一排呢 还是组成一个四方阵列呢 最近一名叫做马进普的泄密者 发布了一张声称是苹果官方的设计图 展示了四枚芯片连接的技术细节 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相比于M1 Ultra的一个Ultra Fusion连接 在右上角的这个图里 我们可以看到 M1 Extreme看起来似乎有三个Ultra Fusion 左边的C0和C2芯片 是通过名字为Daisy 1的Ultra Fusion连接的 而右边的C1和C3芯片 则是通过名字为Daisy 2的Ultra Fusion连接的 上下通过一个名叫Daisy XL的Ultra Fusion贯通 Daisy就是一个苹果对于Ultra Fusion名字的命名 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所以Daisy 1和Daisy 2就很好理解 但是这个加大码的Daisy Daisy XL又是怎么回事呢 Max Tech和TA Tech合作 基于他们一些渠道的消息 画出了根据上面泄密的苹果设计图的一张分析图 在图里我们可以看到 Daisy XL被分解成了五条通路 在左边和右边两枚M2 Ultra芯片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 分别都有两条通路连接 通路的名字分别叫做Daisy XL Narrow和Daisy XL Wide Daisy XL Narrow和Daisy XL Wide 也对应了之前的苹果官方图里的这两边两个通路 这边宽一些的就叫做Wide 窄一些的就叫做Narrow 另外还有一根Daisy XL Sub2 也就是官方图里的这一根 根据Max Tech和TA Tech的分析图中 这一根的走线不同于别的Ultrafusion 它的作用是打通了Daisy 1和Daisy 2 这样就形成了数据的大传输 当然我自己不是学这个专业的 所以对于它的命名以及连接的原因并不清楚 如果有知道的小伙伴 欢迎在留言和弹幕区和大家分享自己的见解 这张分析图被之前的泄密者马进步看到之后 也说消息的来源对于这张图的准确性还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 除掉先进的芯片设计 马进步同时还泄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MR Extreme最高可以访问高达1TB的内存 没错不是硬盘而是1TB的内存 而能做到这一点主要也有归功于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根Daisy XL Subtube这根通路 Max Tech推测这个技术的原理是机器本身自带256GB的内存 然后会有额外的内存插槽用于升级 而额外的内存插槽会从这根走线很特别的Ultrafusion 也就是Daisy XL Subtube来直接连接到MR Extreme芯片 至于Mac Pro的发布时间 之前的消息一直是苹果会在春季发布会上发布一台iMac Pro 结果连消息准确率最高的Ross杨都翻车了 Ross杨对此的解释是 没有人想到苹果会在一台显示器上安装一个芯片 所以供应链上的人都以为苹果正在做iMac Pro 没想到最后发布的竟然是Studio Display一台显示器 然后Ross杨还说 之前有好多消息都说苹果会在6月WWDC发布一台 使用了mini LED的显示屏 现在看来很有可能是27寸的Studio Display Pro 所以照此推测的话 Mac Pro会不会作为主机搭配Studio Display Pro 在WWDC上和我们见面呢 就和春季发布会上Mac Studio搭配Studio Display发布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们很有可能在6月的WWDC就能看到Mac Pro 苹果也是遵照了自己时间线的计划 实现两年芯片过渡期的完美收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关于Mac Pro和MR Extreme芯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转发 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和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这是一个Ultra 这是第二个Ultra 对 然后你两个Ultra要连起来嘛 但那就是Ultra就是 BIG E I'm a G, I keep it G from 313 HOO